8000块钱的福建茶叶我是经常喝的 但是8000块钱的云南冰岛普洱茶我还真没喝过 大家好这里是综艺茶室 最近拍视频选题材我是真不知道选什么主题好 于是乎转着转着转着到同行老友 也就是张姐那边又转到了一泡2021年的冰岛老债普洱茶 我说这个茶我没喝过挺有意思 他这个茶呢据张姐说厂家寄给他是8500块钱一斤 好了今天我们就来开箱试喝一下这款8000块钱的冰岛老债普洱茶 这款就是8000块钱的冰岛老债普洱茶 那按条形看呢其实看不出什么 我一直认为啊大部分的茶业啊 那除非很粗略的茶业很便宜的茶业 那大部分的茶业呢从条形上看出价格看出品质 那是很困难很困难的 就算行业人啊那些所谓的大师或者专家 那他也只能看出一二三 他不能看出百分百 好了现在我们的头量是8.2克 其实就是一泡茶了 就是一泡茶 现在更清楚的给大家看一下这款茶的条形与外观 其实这款茶它是有芽有叶的 但是它的叶子上面呢你们详细认真看一下 因为可能是摄像头不是很清晰 我自己近距离是能看到叶片上有略带一点龙毛的 包括牙上面龙毛是更多的 这个应该是它这种保护龙毛吧 很多茶都有的 接着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冰岛老债茶 以冰岛村为核心 分布在海拔1600米至2000米左右的斑马山脉两岭 其中以冰岛老债茶较为突出 不仅茶叶的苦涩程度较低 而且冰糖田运十分突出 那这个1600米至2000米 我觉得是非常的高了 甚至比有一些台湾茶都要高 但是我们在福建省内的话 基本上600米800米 就属于非常高的山脉的茶叶了 接着我们道路开水 第一泡先洗茶 洗茶也叫醒茶 它的意思就是让第一泡的茶叶充分的吸满了水 然后第二泡才能更好的绽放 我们第一泡洗掉 然后看一下 因为这款茶是21年的嘛 还是比较新的 所以它颜色呈现出来的还是那种绿色为主 有点像凤凰丹虫那种清香型的茶叶 然后在第二泡茶叶 像这种新茶的话 大家不建议大家闷泡太久 差不多三秒到四秒 最多五六秒就可以出茶汤了 因为新茶的话还是比较烈的 意思就是口味比较重比较深 所以如果浸泡太久的话 有时候你们口腔里太苦涩了 或者是口味太重了 你们承受不了这个深色感 哇 茶底真的有那种淡淡的冰糖甜 而且它那种甜是让你 很让你上头会有点腻的那种甜 虽然是21年的茶 但是这个深色感 没有我想象当中那么苦涩 那么深色 可能是它级别比较高 然后呢 再来说一下它的甜感 它的甜感没有闻上去 那么如果闻上去那种甜感是十分的话 喝进去的甜感差不多是三分到四分 也就是跟它闻进去的不成比例 但是我闻了一下它杯底的甜味 真的非常的香 非常的腻 如果它喝进去也闻到的那么甜 哇 我觉得这茶无敌调 好了 再来试一下第二泡茶 你们看一下第二泡的茶汤 第二泡的茶汤浓稠度还是可以的 非常的艳丽 茶汤也比较透亮一点 整体给我感觉 没有我想象当中 深谱辛肠那种深色感 那么强烈 它这款茶非常的绵柔 然后呢 有一点点那种压力的味道 我不知道这个形容是不是正确啊 因为每个人表达的方式不一样 喝到的口味不一样 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前段时间我云南的一个茶友 他在朋友圈发布的 冰岛茶区2023年春茶的一个价格表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冰岛老载股数2万到3万5亿公斤 冰岛老载中数8000到1万5亿公斤 冰岛老载小数3000到6000亿公斤 冰岛南破载股数2000到3500亿公斤 冰岛地界 地界载股数2000到3500亿公斤 然后再下面的话应该就是更便宜了 反正最贵的这几样就是 老载股数跟老载中数 这我猜想啊 应该也是他们核心地区 最核心的地方应该是最贵的 是这个意思大概吧 我喝第二泡茶也差不多过了 有三分钟到四分钟了 现在嘴巴里真的慢慢的 它的茶甜味或者是那种回甘味 慢慢的回上来 从喉喉咙的底部 然后慢慢的回到这个两颊啊 它两颊现在有慢慢慢慢 一丝丝的分泌出那种甜感来 就是回甘嘛 然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也是一个茶友 一个茶商啊 也是一个茶商 它写的那个冰岛普洱茶的口感特点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入口苦涩味极低 几乎没有感觉 喉咙部渐渐会有一丝丝的凉气 两颊不断伸晶 感觉像两条小溪 慢慢的转化为舌头钟 哇我感觉它文案写得真好啊 后部两颊神经入口的时候 几乎没有察觉 有茶味出来 我靠你们觉得 这个我觉得高端的茶叶 就是这种高端的引导 高端的文案 哇感觉读完刚才那一段文案 我感觉喝这个茶 真的很像它文案上所说的 什么渐渐的会有一丝丝的凉气 两颊不断的神经 这个我感觉已经被它带走了 真的有那种感觉啊 反正这款茶 我喝到的 我感觉应该是挺正宗的茶叶的 因为我们作为同行人 那没有必要忽悠嘛 我们也不做这个生意 哇现在口水真的不自觉的会分泌出来啊 这款茶真的不错啊 但是我建议大家 如果好的茶高端的茶 你们可以先从一泡两泡 先尝试着喝 去体会一下这感觉 好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好玩的 好喝的奇怪的特有的茶叶 你们可以私信我给我寄样品 我如果喜欢的话 我就拿来做测评 作为题材再拍一期视频 拜拜